这几年马术运动兴起 台湾是缺乏专业人才 在高雄有两所学校和马场合作 开设这是全台第一个马术学校 学生毕业之后呢 可以领到毕业证书 而且还标榜毕业立刻就业 像是马术教练月薪六万起跳 而至于丁马蹄的丁掌师呢 高达四十万月薪 穿着全套的马术装备 女学生骑马奔驰驾驶十足 难度高一点的还会跨栏 现在就有学校要专门开设相关科系 培育马术人才 马场一个一个开设 所以非常需要我们很多专业人员 投入这方面的工作 不只教马术照顾马匹也是专业 拿起马蹄仔细清干净 像这样的照护师月薪三万 负责清理马厩照顾马匹 多照顾两匹还能加薪高达五万多元 马术教练则是六万元起跳都能领高薪 不过真正高的其实是这个 未来会走向平常 因为他薪水方面是算蛮高的嘛 然后一来就是因为想也是跟马比较有兴趣 铁条加热变得红通通在打乘马蹄铁 学生从达铁学起再负责钉上马脚 成为真正的钉掌师 月薪更是惊人高达四十万 原来因为近年来马术运动兴起 台湾缺乏人才 高雄镇修大学与高院工商与马场合作 开设马术学校 毕业后还能领到毕业证书 标榜一毕业就能找到工作 让不少学生跃跃欲试 这里的薪水就三万多块七跳了 就很吸引我 我觉得身边工作非常专业 就觉得说在这个工作环境工作是还不错的 可是这个很专业 我觉得就算是有兴趣 可是可能也不是说这么容易 就能够踏入这个行业 看上马术学校的专业课程 就连美容科的女学生和幼宝老师都想来就读 不仅能领高薪 还能培养无可取代的一技之长 今天是南章文陈文杰高雄报道